哈囉!我是Fionne 今天要來用Pay的化妝品化妝 那因為這次回娘家 我就是沒有帶什麼東西 想說找我老公一起來挑戰 你應該不會對我太狠吧 是說我妹的東西應該也不會到太可怕 那我們就一起看下去吧 那你要挑粉底液還是氣墊粉餅 你知道什麼差別嗎 氣墊粉餅太流行了 太流行?用粉底液就好 這個 接著就是要挑眉筆 眉筆應該是這一區 你隨便幫我挑一個 這邊剛剛在抽籤耶 這個 這是眉筆嗎? 不是啊挑什麼你就要用什麼啊 OKOK好 再來是眼線筆或眼線液跟睫毛膏 怎麼長一樣 怎麼那麼粗 那不是啦 又不能讓人家挑 那個是卸的啦 然後這個 然後 睫毛膏 腦腦好奇怪啊 這不是 又不是 這隻啊 都長一樣啊 有沒有乾掉 管你的乾掉也要用 好啦 接下來是挑眼影盤 你要不要打開看看顏色啊 打不開啊 好喔 很好看耶 好啊 可以嗎這個 很好看耶 有點太好看了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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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好重啊 這我沒用過 這我要用 那要換這個 換這個 喔好 剛剛那太好看了 不行 這一盒是腮紅 這一盒是打亮 怎麼那麼多啊 妹妹的東西 怎麼那麼多啊 妹妹的東西好多 欸這 這是很高級的意思嗎 對啊 怎樣你要挑第一幾個給我嗎 什麼意思 不是啦 你換一邊 欸 這怎樣 這是腮紅嗎 對 這看起來好噁心喔 這給你用 打亮幫我挑一個 這根本是皮膚科的藥嘛 不是 煩了啦 就這個 就這個 好 都挑我沒用過的耶 可惡 好喔 最後把我挑一隻唇膏 那這隻 這隻 對 就這隻 有一點螢光這隻是不是 對 喔天哪 好 那他已經挑好這些東西 有一點緊張 因為有些東西我其實沒有用過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現在來用底妝 那他挑的是這個 SUQQU的粉底液 色號是003 那其實我妹膚色比我深一點點 他使用前是要先搖一搖 質地就是非常的好推 OK 這一罐我還蠻喜歡 他就是 質地非常的輕透 可是他會讓臉上的光澤很強烈 看得出來嗎 超級亮的 接下來 他選的是 這一個 XL的眉筆 色號是 LT01 那這一支眉筆 看起來是 一邊是這種 有點像眼線液筆的那種頭 然後一邊是這種 就是粉質的這一種粉撲 那我就先來試試看 這支我沒有用過 好像還蠻好用的耶 他這個就是可以畫出比較有 毛流感的眉筆 不錯耶 他還蠻好上色的 給你看 這支還蠻好用的耶 喜歡 那再用這一頭 來補一下就是中間比較空的地方 接著要用這個 Nastasia的 眼影 這顏色有點令人害怕耶 因為我平常其實 不是很會化妝 我不太會 挑這麼重的顏色 那我先用這一個 我先用這一個 來做 眼窩的打底 接著想試試看用這一個 畫在眼褶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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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想用一點這個 金色 你看他好亮喔 最後呢 然後 想用 這個 來畫比較 眼尾的部分 他顏色都有點重耶 他不能畫的 下眼瞼 想要用一點橘色的 在下眼瞼的部分 然後 最後用這種 比較平的刷子 再刷這一個 咖啡色 在 眼線的地方 沉繞 就好沒有好看 再用這個白色 做眼頭的打亮 這樣眼妝就完成了 接下來要上睫毛膏 那睫毛膏他選的是這一支 Kiss Me的 應該是鮮長的吧 可是我覺得他選到這一支 好像快沒水了 好像有點乾掉 再上第二層 接著用 Loveliner的眼線液 來畫 內眼線 那這一支 其實我自己也有 覺得非常的好用 因為他完全不會暈染 他的缺點就是 他沒有辦法畫得 非常非常的黑 不過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我討厭眼線的暈感 好 那就完成了 接下來要打亮 他選的是這個 Colourpop的打亮 色號是 Flex Cherry 他質地超細的 而且好像很亮耶 刷給你們看 超亮 這個我沒用過耶 他質地很滑順 然後非常的亮 所以我先不要用太多 那先上在 鼻樑的地方 鼻頭一點點 眉骨 接著來上在顴骨 接著來上在顴骨 超亮 天哪 超亮的 不用拍開的方式 它好亮喔 超美的 這個 而且它不會顯毛孔 它珠光是很細微的那一種 超美 這邊是沒有上的 這邊 有上 這個不錯耶 好像可以買 然後再上一點點在這個唇峰的地方 然後 接著因為剛剛我沒有請他挑修容 所以我就用 這個 剛剛這支 眉筆 做一點點修容 然後再上上 再來要上腮紅 他幫我挑選的是 Augles的 色號是 Luminous Flush 這個我也有買 我是 這個顏色我還蠻喜歡的 這個 它的顏色就是刷上去看起來氣色就是會很好 可是不會很明顯的那一種 最後就要來上唇膏 他選的是這個 GA的 然後色號是302 這支其實我有買 我還蠻喜歡 但是我色號跟他不一樣 他選的這個好像是比較 比較 比較螢光 一點的 來上給你們看 那這個顏色很重 所以我不想上 全部 先大面積塗完以後 用暈開的方式 好 那我的妝容就完成了 以上就是老公盲選妹妹化妝品上妝挑戰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